好 那在这个228和平纪念日的日子 您可以看到包含立院的陈奎 还有首长贝巡的时候 他们也在胸前挂上了野百合胸花 来追思纪念这个228试念的相关人士 那同时今天也是林宅血案发生44年 慈灵教育基金会也在安葬林家祖孙的 宜兰慈灵纪念陵园举办了追思活动 今天现场我们带您去看看 您可以看到包含监察院长陈菊 以及林毅雄的太太方宿敏都出席纪念活动 来为228事件以及林宅血案进行追思 不过大家会发现 怎么没有看到前民进党主席林毅雄的身影 她的太太表示 林毅雄她身体状况不太好 这外出都需要轮椅代步 这个地点又是山区 比较行动不方便 所以这也是她第一次缺席纪念活动 哈喽 我是林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